我们因为跟德国有一个合作的项目 就是跟德国的一个疫苗公司 那么现在德国这边已经进入一期临床了 而且我觉得很快可以进入二期临床 所以我是比较乐观的 相对时间来说的话 很多人说可能要到明年年底 我觉得不会那么长 我就比较惊呆 他口罩也卖 疫苗也做 就是全世界的事情 没什么事情不知道 事实上对我来讲 我只是看现在已有的世界上的疫苗有几种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有几个进入一期 几个进入二期 几个进入三期 现在世卫组织 它在list上面的 已经进入一期两期三期的 但是这些苗 现在很多都是新疫苗 还有一些是老疫苗 老疫苗是一些灭火疫苗 新疫苗是核酸疫苗 像这些苗对吧 现在对于冠状病毒来讲 我们在期望它出来的同时 事实上还抱着一个极大的不确定性 就是说 关于冠状病毒 世界上有SARS有MERS 到现在为止 我没有见到过一个特别靠谱的 现在你突然说 这个苗在明年一定会出来特别靠谱的 这是管仓 信心满满了 所以在我这里 我只能告诉你一个最好的情况 最好的情况 如果现在大家在做的疫苗里面 有一个是有效的 而且它进来世界的速度也是比较快的 那应该是三个月到六个月 明年明年的三月份到六月份 这是世界上最最乐观的估计 如果三月份到六月份 现在出来的结果 全部的不够 不靠谱 这种可能性是极大的 大家别以为是靠谱的 但是如果无效 后面还有一批 有可能会更好的 那个就六月到九月 甚至于明年年底 但是有一点我相信的 疫苗出来不出来 取决于什么呢 取决于冠状病毒 在这个世界上 它是准备长期待下去的 还是准备像SARS MERS 很快我们过一段时间 就会消除掉 如果消除掉了 这些疫苗的研发 一下子就会停下来 或者就是你用的一个机会也没有 但是如果这个病毒一直是存在的 我是同意广仓的意见 这个疫苗一定会出来 而且百分之百 最终我们要靠疫苗 才能战胜这个疫情 但是问题在哪里 我现在已经算过了 比较快的 明年三月到六月份 再扩大生产 全球开始接种 你也得到年底 如果明年出来 那是后年年底 所以在两年时间内 我们的世界 怎么运转下去 怎么活下去 这个是关键 你在两年内 事实上这个事情 有可能会成为一种常态 两年以后我们得再谈 我当然不懂疫苗了 但是我们有这个 全世界最好的疫苗团队 跟德国在合作 所以在这个问题上的话呢 我觉得大家 还是要多听听 疫苗专家的说法 张教授显然在这个问题上 也没有那么转业 终于得到一个机会 攻击我一下 好 这个 我是因为为什么 我几乎每天都会跟我的 做疫苗的团队要讨论 我装一个群 管餐人每天给他的疫苗团队 进行讨论 我只不过就在上个礼拜 跟世卫组织的一个疫苗专家 进行了一次广告的讨论 我不知道你们相信谁 随便你 是不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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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视频APP等你下载